学生打算毕业就换手机,挑着5款高性价比千元机,同学都很羡慕。 1. 荣耀九青春版。 参考价格,1199元,3加32GB。 推荐理由,IMA8,前后4摄像头,高颜值。 外观方面,荣耀九青春版采用了双面2.5玻璃,塑料边框设计,中框采用特殊工艺处理,整机的光感很不错。 拥有海鸥灰,幻叶黑,媚海蓝,白色四种颜色可选。 配置方面,该机采用5.65英寸2160×1080P全面屏,搭载麒麟659处理器,前置1300万振200万和后置1300万振200万相素摄像头,内置3000NR容量电池。 运行基于Android80深度定制的IMA8系统。 2. 魅蓝Note 6 参考价格,1199元,4加32GB。 推荐理由,出色拍照,4000摩电池,18瓦快充。 外观方面,魅蓝Note 6采用金属机身设计,正面配备2.5D弧形玻璃与指纹。 Home键,背面则采用了双摄像头,创新的LED跑马灯,在千元机中辨识度很高。 配置方面,该机配备5.5英寸1080P屏幕,搭载骁龙625处理器,并配备了高规格的1200万振500万相素双摄像头,拍照表现优秀,4000摩大电池并且支持18瓦快充。 3. 红米5PLUS参考价格,999元。 推荐理由,高性价比,MI9,全面屏。 外观方面,红米5PLUS采用金属机身设计,正面配备18比9全面屏,指纹识别后置,该机最大的亮点还要数高屏占比的全面屏。 配置方面,红米5PLUS配备5.99英寸1080P全高清全面屏,搭载骁龙625处理器,前置500万,后置1200万摄像头组合,运行快如闪电的MI9系统。 4. 荣耀畅玩7X参考价格,1299元。 推荐理由,全面屏,高性价比,双摄像头。 荣耀畅玩7X是荣耀发布的一款全面屏手机,外观上采用金属机身设计,正面配备18比9全面屏,背面为三段式金属后壳,后置指纹传感器,颜值在千元机中还不错。 配置方面,荣耀畅玩7X配备5.93英寸1080P全面屏,搭载麒麟659处理器,性能与骁龙625相当。 前置800万,后置1600万振200万相素双摄组合,运行500天不卡顿的IMLA-E5.1系统。 5.魅蓝S6。参考价格,999元。 推荐理由,侧边指纹正back,三星芯片,全面屏。 外观方面,魅蓝S6正面采用了一块5.7英寸的IM-cell屏幕,侧边指纹的设计兼顾了美观和实用。 拥有磨砂黑,月光银,香槟金,但古蓝四种配色可选。 配置方面,魅蓝S6搭载的EVZINOS 7872,是三星第一款支持全网通的手机芯片,其CPU性能要超过骁龙625麒麟659,魅蓝S6也因此成为千元级别性能最强的魅蓝手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